這款Crush的錶款當時誕生在1967年 那靈感來自於當時有一位顧客 將Benoit Alvanger的錶款帶回去錶床做一個維修 那當時候我們的設計總監看到這款要維修的Benoit Alvanger 那因為當時這個錶款是已經處於一個變形的狀態 所以希望能夠將這樣子一個變形的錶客 應用成一個新的錶款 Crush錶款就是誕生 這一次將Crush這個系列做成複雜功能的一個錶款 那為了要維持它Crush原本的一個款式 因此我們在這一次的一個基金上面 它的基金增加了百分之十的一個厚度 因此在這樣子的一個技術上面也是一種混難跟突破 那卡架一直以來在治療上面 都是希望將工藝以及美術做一個結合 那現在像大家所看到的Crush樓空腕表 以及Tank Louis卡貼藍寶石水晶鏡鏈等 多款樓空系列的腕表 除了在表面上面可以看到一些複雜工藝的突破之外 都能看到這些簡約等美學的呈現